阿嬤英帅自己的人生故事 将自己的经历说给小朋友听 新港文教基金会安排班头阿嬤 对到新港文教基金会行动多数车 前进新港的国秀社区公演故事 透过人灵的故事团在在地的生活 新传在地主心所见所力 阿嬤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现身开港给小朋友听 新港文教基金会安排班头阿嬤 对到新港文教基金会行动多数车 前往新港的国秀社区公演故事 透过人灵的故事 传在在地生活样貌 因为板头社区阿嬤的参与 借由物件来说明自己的故事 是一铁社会储方签最佳良方 基金会一直以来持续在推动 艺术介入生活阅读推广 提倡自然农场的经营 关怀弱势 长照据点的设立 推动终身学习等都是社会处方签 可以预防身体的心智 退缩老化 比看医生还管用 以人的关怀出发与社会连结 产生同理心 让人身心趋向健康 小朋友可以借窃来看 也可以对着悔本来听故事 板头川九十三岁五少年阿嬤 看到悔本里面的杂鸟用功特赤 想起自己鼓励孙子 认真特赤做医生 也唱起后三分天煮定 七分刻打拼 要拼才会贏 不用大家要努力向上 我们学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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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学习的故事 要认真 要打拼 要够听话 认真 要打拼 做医生 老师来教 我们学习的故事 老师说我教你 真两三 穿三 十五六 学习的故事 七八九 七八九 五通好 花花惟惟来厄厄 大夫走 咯一滴一命 会透过这个故事 这个 那个桂本里面的内容 去引导说 把他的内心的故事说出来 然后又 因为每一个阿嬷的故事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生活背景有点类似 他们会互相把说 欸 你小时候是怎样 我小时候是怎样 大家互相提醒 把它串联起来 八十岁的红花阿嬷 自小的家庭困扣 在背的小孩大小 现在都真有生意 在外地工作 每当 思念的时候 都会拿去胸部 来看通电位 每一个阿嬷的 人生故事 也许是社会变迁的素颜 吃到七到八十 说起自己过往的人生 真有温度 人人动用 有温度的在地国事 说给小朋友听 有在地第一的共鸣 有阿嬷亲亲的口语传说 就由外地提供 量力在地精神 中备跟小孩的活动 加秦 相辅甘 客厨留一杯地食之外 也提供 中备地零发肥的舞台 世新新闻与民党 先感兴趣 蔡宏博德 嘉义优先这个品牌 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有品牌就有责任 我希望能够带有 嘉义農产品的适配性 跟辨别性 它要负责生产出 最安全的食物 给所有的人消费 像上次县长带领我们 去那个国道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们 会找你去社会 会 太厉害了 对对对 很荣幸 对你们棒 我最近听到一句 最感动的话是什么 说县长 要是台风来的话 我们就赚了 他们就在想说 我怎么克服 当别人没有办法 我有 对 就我们就赚了 老一辈啊 种田的人 他们不太计较成本 只问你种出来的东西 你的品质 是不是能够给消费者 最好的东西 那我想这个就是 所谓的嘉义的农业 渔业跟畜牧业 最好的传承 就是嘉义精神 这个传承的责任 就在你们的身上